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為什麼今天穿成這樣呢? 因為我終於洗澡了 是不是該傻花一下? 沒有啦 跟你們開玩笑的 今天我們要來幹嘛呢? 首先先說一下我身上的這件 浴袍是 維多利亞的冰面浴袍 好 最近呢 因為多了很多女生的粉絲 好開心喔 所以呢 他們可能對我身上所 穿的東西 用的東西 還有我的頭髮跟妝 感到非常好奇 所以我今天呢 要來教大家 捲頭髮 像我個人就覺得 頭髮真的很重要 因為髮型 不同的髮型 真的會給你帶來 不同的氣場 或不同的氣息 今天我們就要做 一個非常 浪漫以及勾人的髮型 那我現在要開始囉 首先如果你要捲你的頭髮的話呢 你就一定要把你的頭髮先吹乾 很多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吹到半乾就好 還是怎麼樣有點水分 在頭髮上 那個都是屁話 就是要把它吹乾 那我現在頭髮已經幾乎是快乾了 所以我再做最後一個touch 把它全部都吹乾 像裡面還有一點濕濕的 然後吹的時候 儘量從上面往下吹 這樣你的頭髮才不會毛毛 你不要這樣吹 這樣的話你頭髮就會很毛 就順著吹就好了 女生吹頭髮真的很麻煩 好 OK 好我們現在頭髮幾乎就是全乾了吧 那你們以為我要介紹這支吹風機是不是 沒有我並沒有 這支吹風機好不好用 我相信之後會很多人問我 所以我就在那邊先解釋一下 這支吹風機呢 我覺得是個人喜歡 那它其實的確風很大 然後也挺好用 因為它很溫 但是你沒有它 你也不會死掉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那我現在要開始囉 在開始之前呢 其實用電棒捲 或是夾離子夾的時候 你的頭髮都非常容易受損 像我的頭髮就是有自然捲 我沒有燙過頭髮 我頭髮有自然捲 它就屬於髮質比較差的 然後我最近又染了新的 新的顏色 等一下用起來應該會很不錯 然後我現在頭髮下面就是有點像稻草 可是還好它們沒有分岔 基本上我在弄頭髮的時候 我會先上一個護髮 護髮 護髮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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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難念 然後這一罐呢 就是叫 new cow 極度髮膜 護髮霜有非常多種 有的是滋潤你的頭髮 有的是給它很多養分 那這一罐呢 其實就是 你在捲頭髮的時候 或是在你指甲之前 或是你吹頭髮之前就可以先擦了 所以呢 這一罐呢 我就會先擦在頭髮上 如果你擠一些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擦在髮尾 然後如果你擠很多 你想要洗完頭護髮的話也可以 那這一罐就是屬於比較平價那種 譬如說 我走到哪裡 飛到哪裡 就會帶著它 好我們先把它擦上去 然後你就把它 塑在髮尾的部分 你們洗完頭啊 如果你去洗髮的話 或是你洗完頭要擰乾頭髮 你千萬不要這樣子 用狂捲的那種 然後把它擰乾 因為這樣其實也是 會很傷髮子 你的頭髮會斷 所以千萬不要這麼做 然後把它 弄上去之後呢 它就不會像剛剛一樣 這樣有點毛毛躁躁的感覺 有沒有看到 就覺得變得柔順了 然後我介紹這一瓶子 因為它其實真的很平價這樣子 你弄上去之後呢 我還會稍微再吹一下 然後讓它吸收 看我這邊很多男生 是已經想轉台了 欸男生也可以護髮好嗎 好那我們現在要上捲子囉 我先把我一半的頭髮綁起來 我們從下面開始捲 如果你很厲害的話 其實就 不需要把頭髮弄起來也沒有關係 捲頭髮有分兩種 這兩隻呢 都是我在美國的 好像在美國的Walmart 就是在美國買的 然後一隻 一隻都差不多30塊美金而已 就很便宜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它的粗細不同 如果你們分不出它的粗細不同的話 嗯 那我只能說 你們可能還要練練 好那我們現在先用 就是比較粗的給你看 因為有時候啊 你們可能用完頭髮之後 你們走出去 但是台灣其實很潮濕的 所以它會掉下來 尤其是頭髮非常值的女生 你們一定有這種困擾 所以我建議你們想要大捲的話 你也是用比較小捲的來捲它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好好講一下 捲頭髮 你手勢不同 捲出來的頭髮也會不同 像一般人你們可能都是這樣夾起來 我習慣往外捲 這樣夾起來 然後開始往外捲 對不對 好 我先捲一次給你們看 夾起來往外捲 你捲高的話它就會比較捲 因為我習慣把它撥開 讓它散開 好 停了十秒鐘之後呢 你把它放開 好 它的捲就差不多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不喜歡這種捲 你直接把它打散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 像這樣的捲髮 微微的捲髮 可是呢 我個人最近非常 比較不迷這種捲髮的方式 我可以捲另外一個給大家看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要那種韓式微微的捲髮的話呢 我建議你把你的機器 倒拿 然後 拿著然後往外夾 這樣子 好 然後你夾的時候中間就是把它 看你要大 再大一點的捲 還是再小 再捲一點 就讓你自己斟酌 它怎樣大小捲的就是看你的空隙有多少 我喜歡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你把它梳開會很像那種 宮廷式微微的波浪 有沒有 這種捲就跟這種捲不太一樣 然後你這種捲呢 把它撥開 之後 就是你把整個頭髮都做完的話 它就會呈現那種 這樣子的微波浪 然後這邊是這樣子的捲 這樣捲會比較成熟 然後 會比較像阿姨 也沒有啦 看你個人像不像啊 就是這樣捲會比較成熟 那這樣捲會比較浪漫一些些 那我現在要開始把枕頭都捲完了 好 我們現在也不用怕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擦上了這個 極度髮膜 NEW COAL OK 好 那小捲的部分呢 小捲的部分我也可以捲一次給你們看 我是喜歡這樣捲 然後這些空隙你可以自己調 譬如說你要調遠一點啊 它就會比較 沒有那麼捲 那你想調近一點的話 再把它撥開會比較好 這種捲頭髮的姿勢被大家看到了 好尷尬喔 好 這樣差不多就把它放下來 有沒有 捲出來的感覺呢 就跟這個是完全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就會全部在一起 然後你把它撥開就會很美 那我們現在就用小捲把它們捲完吧 我會夾上來一點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希望上面可以膨一點 這樣比較像芭比娃娃 有沒有看到 剛剛如果我沒有用 讓它很順的話 它就有一條這個 OK 好基本上呢 頭髮就差不多是這樣捲完了 可是 你會發現你上面 不夠膨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 再拿起你的小捲 如果你有小捲就用小捲 有大捲的話就用大捲 你要從你的髮根這邊 然後把頭髮呢 撩起來 撩起來之後呢 用它捲到髮根裡面 這樣下來之後 有沒有看到有髮根就會開始膨膨的 然後你後面也是一樣 然後有沒有看到 這邊就會覺得比較膨 然後這邊還是比較塌 所以我們把這邊也fix一下 OK 捲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發現你頭髮變膨了 然後 像我可能 沒有要出去 然後再加上 我不想要這麼捲的話 就是捲完之後 我會把它 我會把頭拔掉 熱度開到這一滴 然後風速也開小一點 然後把它吹散 如果你的頭髮是很直的 那你就不要這麼做了 這樣的話 就會呈現一種比較自然的捲度 瀏海你可以選擇吹風機吹 或者是用夾的 如果你想要 也是那種微彎的瀏海的話呢 你可以拿起你的瀏海 記得喔 不要拉它 不要拉它 因為你這樣的話上面會變很直 你只要夾到你想夾的部分 然後 稍微的往上 我們現在是用了小捲是不是 那我們就不要停太久 就一下下 然後 把它打開 我們捲髮就到這邊 大家好 我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就像我就會很喜歡把它夾起來啊 就會覺得很浪漫的感覺 呃 好 我臉上 我臉上 好像很素 不要這樣做 嚇到人 好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 NuCal的極度髮膜 你要用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頭髮真的要上一點保養品啦 你沒有上保養品的話 你下面真的很容易就是虛掉 不是只有分岔 才是 髮質不好 有時候你留很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下面頭髮越來越虛 就上面厚實度有 但下面越來越虛 其實並不是那個設計師幫你把頭髮打薄了好嗎 那是因為下面都是斷髮斷掉了 你不要讓它斷髮斷掉 就是這樣子 OK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趕快在Christmas之前 分享出去給你的好姐妹 讓他們都可以有漂亮的頭髮 還有健康的頭髮 然後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最重要的是 請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小鈴鐺打開 這樣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第一個知道囉 大家掰掰 欸楊 我跟你說喔 這香水髮膜真的超香 就買這送女生就對了 而且啊 我之前不是有 用那個其他的髮膜 有些髮膜就真的很黏 這個完全不黏 之前那髮膜很黏啊 黏到我就是頭髮一Q一Q的 結果我出去啊 我突然以為我沾到什麼東西 問我說 呃你是不是剛幹嘛 我說沒有啊 真的噁心 嗯 真的超香的欸